然後我今天介紹的是風水跟液晶嘛 所以我先介紹風水大概是什麼 然後風水它是液晶跟武術 然後它是屬於液晶裡面一個叫象的 它是象地之術 然後它也叫堪雨術 那它有其他的別名 就是地底詩啊堪雨詩什麼 然後它最早出現在於 風水這個詞最早出現在郭璞的這本帳書裡面 氣成風則散借水而止 就是當氣遇到風就是一些形態的轉變 然後因為風水術 它主要是在講氣跟聲這幾大觀念裡面 所以這句話是最早出現風水的地方 然後它主要是建立於陰陽學說 然後再借用周易 周易這本儒家比較富有哲學思想的書 然後它還有其他 它還有其他家的觀念在裡面 例如道家釋交 然後烏沾星等 對 就每一家組裝的不太一樣 其實它都有借用到一點點 然後風水它 我們 風水是在看風水幫人家改風水的時候 它主要大概有十樣東西會幫助人家改風水 那風水化 裡面的水 在風水化裡面的水代表財運 那風水化掛的地方水盡量不要向大門外 那通常都會向主臥房的方向 然後風水對連風水劍 風水劍就是什麼陶木劍啊金錢劍啊什麼 就是不同物質組成就是一個劍心態的東西 那八掛鏡 鏡子人家說有什麼 就是驅散 驅散邪氣的作用 然後 通常都放在家裡的門口 那 放八掛鏡 主要有三個要注意 就是它只能中午十二點掛 然後 一定要開過光 然後 然後 不可以對著別人的家門 因為這樣就感覺像你把 晦氣全部都直接 送到別人家一樣 然後風水缸就是養魚 就放一個水缸 然後養魚這樣 然後神佛畫像 一般 一般家裡都會有神佛畫像 那 放神佛畫像主要要 開過光 要不然就是人家說 很多那種不好的東西 會喜歡在神佛畫像裡面 如果你去拜去 去供養的話 它就會 就會帶給你不好的運氣這樣 然後 還有盆栽植物 風靈 還有什麼 一些就是 模型的那個什麼獅子啊 麒麟之類的 然後風水地板它指的是 就是那種木質地板 就會像河氏那種木質地板 對 然後風水主要它是 用來就是 看陽宅風水跟陰宅風水 那陽宅風水就是人住的 陰宅風水就是往生者住的 其實 人家說要看陽宅風水還好 其實主要風水師一定要看得懂陰宅風水 因為它要看很多就是山脈啊水流啊 然後還要配合往生者的深層霸子之類的 所以 如果 就是要 只看得懂陽宅風水看不懂陰宅風水 其實人家說不算是一個 就是合格的地理師這樣 然後它主要流派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環境學派 然後一種是素素學派 那環境學派就是看山的走勢水流的方向 然後來配合你選的位置 然後好不好這樣 然後主要分成大輪頭派跟小輪頭 然後 理器派主要是算它的九宮八卦 然後來配合 然後最後它有分成 現在大概有分成三河派九星派 玄空三圓派等 然後它還有一些什麼飛星樹啊 就是配合什麼 三圓九宮 然後 還有 還有一些東西 對 然後風水主要看 就是這五個 一個是山脈 然後 所以它指它選擇的地方 沙是當地的土質 然後水是水流的方向 然後不要積水 然後 像是 氣流、陽光、陰影等等 對 就是主要風水看的五個重點 然後 因為 在學術界有很多人說 其實風水跟液晶這兩個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就是找了一些資料 然後 大概 大概分成幾點 可以看出來 其實風水跟液晶是有一點點關係 第一個就是名稱 風水 風水師一個叫地理師嘛 那地理 一開始 在異傳裡面有講 一語天地懷 故能 迷倫天地之道 陽以光乎天文 那陽以光乎天文 人家說是 就是 古代天文學 就是 就是這句話 然後 浮以 查乎地理 就是 就是人家說 這是風水術 就是地理師 最一開始 的意思這樣 然後 然後勘語 勘語就是地理 風水師的另外一個名字 那 在 一傳裡面 他說 勘為地 然後 中間大概 因為他滿長的 然後 微大雨 那 意思就是說 雨這個字 跟地 是一樣的 那 勘語就是 觀察 就是 查看地形的 一種 技術 這樣 然後 刑法 藝傳裡面 這句話 講的是 負責 觀法 餘地 因為 風水 他要 他不管看風水 都有一個規則在 他要經過一個法 所以 這個大概也是 跟藝經有關係 這樣 然後 第二個是 氣 那 氣在 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他最早出現的那句話 裡面氣成風 則善 借水而止 這就是 就是風水師的一個觀念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 一個地方的生氣 就是 他 水啊 什麼 是不是火的啊 如果是死水 就對人不好 之類的樣子 然後 深 就是 通行本義經 他在 這個深的觀念是 有點是 趨吉避凶 是 生 生 活著的人的 活著人的 趨吉避凶的一個方式 那 就算是風水師在 看人家 陰地 陰宅的時候 他也是 他也是 為了 要讓後背的子孫 會比較好過 所以 其實他也是 在一個深的觀念裡面 然後 還有 其實風水師 他用的那種 螺盤啊 他 還有看位置的方式 幾乎都是用後天八卦圖的 方式 然後 他那個螺盤 其實是有結合 先天八卦跟後天八卦 那 最 最典型的風水方位就是 因為剛講的龍 龍就是龍脈的觀念 他在 一般龍脈 是西北向北的 是一個正式 他是一個 大吉 對 然後 通常龍脈有分成 正式 測式 回式 就好像有五個式 對 然後正式好像是最好的 就是從 西北向北 那 西北向北 西北這個位置在 後天八卦圖裡面 是 是陽樹 然後 他代表動物是龍 然後也是父親 所以 所以一般龍脈就是 就是 祖父輩在避陰後代子孫這樣 然後 然後 向北 北為坎為水 一般來講他是大雄的意思 但是 如果是 西北至北 他會形成一個靠山 然後在風水學上面就要解救 這樣 然後 然後 還有一個是 在意境中 正是 長男 對是少女 然後 正是陽 所以正是陽對是陰 然後 一般來講我們講龍是陽 然後虎是陰 東邊是青 西邊是白 然後在風水學來講 就是他看 很多山脈都叫什麼 左青龍山 右白虎山 然後 所以他是配 因為 一般來講 青龍 嗯 青龍山比白虎山高 然後 這是極位 這樣 然後 還有就是 對掛 對掛在裡面是講少女 然後是 摺 摺有水 那在 風水學上面來講 比較好的 水流 水流 方式是 由西向東 那 我那西 就是 也是對掛的位置 然後 其實還有很多 就像 以前 那種 長安城那種 宮廷的 南門幾乎都叫 朱雀門 然後朱雀是 跟 好像 是梨位也是在南方 這樣 所以 解恩 解恩是其實 風水術是結合 就是很多 天時地利人和 就是 天上的 天上的 東西 然後地上的 山脈那些 然後再配合人的 命運 然後來 做一個 結合 然後讓 自己能夠 趨吉避凶 那 不管是 風水術跟 易經普掛 都一樣 是為了想要讓自己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我的報告大概就到這裡 然後這是我的參考資料 我可以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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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